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骂我的有一些人是专门来骂的 有一些朋友是觉得听得似懂非懂 反正不太符合朋友们的心态 也就谈到说你想要等着 石超你想要等着 时间是个神到时候就看你出丑 到时候就看你样 时间是个神 这是我们现在大家能接受能理解的 但时间是个神 有谁能够看明白 时间神是如何控制人和走到那一步的 当你在利益中的时候 就是时间控制之下的生命 时间控制之下的生命 你站在利益当中去宣泄自己情感 那就像不识庐山之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谁都知道那是庐山 自己身在庐山中 非常你会非常确定的是 自己知道庐山的一切 因为你就在其中嘛 其实换个角度说 男女结婚 对吧 男女结婚 两口子结婚了 成了家了 身在情感中的人 身在婚姻中的人 有多少人懂得爱 有多少人等得情 有多少人懂得欲 都结婚了吧 对吧 还生孩子了 对不对 那现在当然时髦了 现在很多就不用结婚了 反正一男一女 凑在一块忙活该忙活的事 就是说这话 有多少人懂得爱 有多少人懂得情 有多少人懂得欲 你是因爱而结合 因情而结合 还是因欲而结合呢 有朋友会说 你有病 费那尽呢 爷或者姑奶奶 咱今天高兴 今天就来了 是 就是这么回事 对吧 你能接受婚姻 你能接受男女的结合 但你未必能够明白自己为什么 这是一个生命境界不同 这是我们在节目中一再强调 在任何事情过程中 学会超越出来 而不在其中 那在现实的环境 如果真的是2017年出现巨变的话 对很多人而言 我以为 有着一种被定格的概念 就是他根本超越不出来了 给我是这种感觉 超越不出来了 有朋友也提到说 你老说风神演义 你要明白 那风神演义 是那个时候的故事 对吧 那你如果你有自以为 自己是个修行的人 那你不能把风神演义拿着 没完没了 因为这里有一个不二法门的问题 就是说 你修老道就是老道 你修这个佛就是佛 或者你自己练气功就是练气功 你不能插着练 对不对 不能像现在似的 桃树跟李树结在一起 出来的是不知道是桃还是李子 你吃一口觉得 哎 这味挺新鲜 待会你发觉 所有这些东西 你往下咬三口的时候 你就觉得吃的没劲了 只有第一口有意思 真正的桃子 说大水蜜桃 怎么吃 你都会觉得它的纯净 那杂交的 你怎么吃都是第一口有劲 吃到最后没劲 他讲的就是一个 不能掺和乱来的 我个人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能够认识到 风神演义不是修炼中的东西 他修炼不了 他是一个文化 对吧 他在他在告诉了人 那作者 没人知道作者是谁 作者的慈悲 给人间 给中国人留下了这样的东西 告诉人生命之间的故事 三千多年来 中国人所经历的故事 而并不像老子的道德经 那老子的道德经 或者释迦牟尼佛的金刚经 那是他真正在度人的东西 那是两回事 那是两回事 对吧 而这个风神演义 纯粹讲的 在启悟着 今天如果人能看 知道的话 在启悟着 今天的人 自己生命的另外一面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了 所以这是两码事了 它是文化 文化就是 回归人 本该有的 在现在的环境中 回归人 本该有的 生命的一种认识 提示 所以在我眼睛里 这是一份造化 这是一份曾经的 中国人的造化 我只能这么说 谈到造化也好 谈到这也好 那2017年的这种进化 它就是冲突了 各种冲突 中国跟印度之间有冲突 而这冲突中 又牵扯到宗教问题 那据说 一位美国军人 美国人讲 如果中国跟印度开战的话 中国只能坚持77天 有零有整 文章题目这么说 美国专家 中印开战 将是大规模空战 中国77天后求和 阿波罗网站 汇总了综合媒体的报道讲 美国专家认为 中印之间的军事冲突 会是亚洲地区 最大 最具有毁灭性的冲突 两个巨人会引起整个印度洋区域的动荡 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 而关键的问题 如果中印开战的话 在印度 在印度洋上的地理优势 将给中国造成致命性的可怕打击 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有核武器 但都曾经签署过文件 不会率先使用核武器 这是提到的 而两国人的人口不相上下 13亿 在陆地上 空中和海洋 如果中印之间发生战争的话 首先将是空中打击和导弹 那其次就是在海上 印度最有胜算的一张牌 在印度洋上 对中国经济造成可怕的后果 海战将是中印战争中的最主要的战场 印度在地理上横跨印度洋 那完全遏制住中国经济的动脉 而他的海军主要是由潜艇和前苏联的航母 叫做格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 而组成 能够轻易切断中国和欧洲 中东与非洲的贸易往来 他中国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组成舰队 并且航行到印度洋实行海上封锁 即使如此 海上封锁也很难轻易打破 因为印度洋横跨了几千万平方英里的水域 如果进出口 中国的货物将被迫转到西太平洋 通过澳大利亚 日本美国的海上运行 也是极其脆弱的 中国的87%的燃油需要从海外进口 尤其是中东和非洲 这是美国专家做的直截了当的预测 那这东西没有什么可深奥 那所以中印之间能不能打仗 就是那就看各自的说法了 美国将军奖 证据显示朝鲜的洲际导弹 可以打到美国的领土 星期二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 空军上将保罗 在美国国会作证 有证据显示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 可以直接打到美国领土 他同时指出 但朝鲜并不具备对美国国内目标进行精准性的打击的能力 朝鲜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来完善他的导弹技术和来完善他的核武器的发展 那这个时间应该是留给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俄罗斯也好 来解决朝鲜的核武器的问题 但目前看来呢 相当有难度 对吧 因为有想吃花卷的 有想吃烙饼的 还有想吃面条的 而且各自不让 各自有理由 各自不让 为什么 都为了自己的利益 那最终就变成了中间这个金胖三呢 莲花卷 莲花卷 再烙饼 还有面条 都被他吃了 所以就吃得这么胖 为什么有半数富人考虑离开中国 红润白皮书 显示中国超过一半的高净职人群正在考虑移民或已申请移民 越来越多的富人担心人民币贬值 超过六成的人认为 未来三年 中国房价还会上涨 雾霾前人人平等 这是调侃的话 但很靠谱 那因为教育质量和污染 连续四年成为中国高净职人员 移居海外的最主要的原因 百分之七十六和百分之六十四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两项的印有 百分之四十六的人正在考虑移民 百分之九的人已经移民 那他他就算这个数了 他这里提到说 所谓的高资高资产净值是指资产在一千万到两个亿人民币的家庭群落来这么衡量的 他反映出来的 反映出来的就是这个制度本身下 人在利益的背景之下 他的一种取向 他的一种取向 这种取向透显出这个社会制度本身 他造成了对人的自身的伤害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直接了当 如果是真实的数字的话 我以为远远超过他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